感谢你们送来292万多市民支持国安立法的签名 这一箱箱的签名册表达的是广大港人的真诚期盼 大家知道 5月28日全国人大通过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立法决定的那一刻 人民大会堂里响起了长时间热烈长声 它宣明表达了包括香港同胞在内的14亿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和钢铁板意志 全国人大会开幕以来 香港特区政府主要官员 香港社会各界 香港广大市民 以各种方式表达对人大决定的欢迎和支持 你们组建的香港称官立法联合阵线 为大家表达心声 搭建了重要平台 我代表中联办 向联合阵线和每一位在接战心情付出的义工表示感谢 向所有参加签名的人表示问候 向老人们致敬 为孩子们点赞 近八天时间 就有292万多人到接战全民 到网上联署 充分彰 充分彰显了香港社会的正能量 充分说明 就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立法 使人心所向 势在必行 可以肯定的说 依法 凡犯 自责 和惩治 伪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 将会为香港长期防御稳定 提供坚实的安全屏障 将会更有效地保护 香港居民的合法权益 将会有力推动 一国两制事业 行稳支援 我注意到 近来社会上 有一些人在煽动 说国安法出台后 市民没有言论 出版 集会 游行自由了 甚至出国旅游 和外国人吃饭 都会被抓起来 这实在是耸人听闻 这种把广大市民合法权力 同极少数 伪害国家安全犯罪捆绑起来的说法 无非是要在社会制造 无端恐惧 无端恐惧 挑拨仇恨 希望市民们 擦亮眼镜 看穿一些人的卑劣伎 与谣言背后的政治图谋 做坚决的切割 近来美国扬言 要求香港维护国安立法 搞所谓制裁 这说明了什么 恰恰证明 他们关心的 根本不是香港的前途 而是把香港 作为遏制中国发展的 一个棋子 这也更加说明 用国安法 反外部私利干涉的 迫切性 对一切外来干涉 我们都将采取 有利措施 与回击 香港有今天的发展成就 靠的是自己的打拼 靠的是祖国的支持 不是哪个外国的恩赐 我说过 香港精神一直在 香港优势依然在 国家支持始终在 现在我想强调 在国安法的保护下 香港一定能够战胜风难 迎来新天 对一切 对一切 等等 对一切 一定能够战胜风 在这里 我们都不想伤到